同样是疫苗的接种 来看到新北的土城区 这边社区接种站 原本设置在新北高宫 而学生开学之后 移到了皮塘里的活动中心 一天施打量可以达到1000人 9月15号开始 将会为75岁以上长辈 来施打第二剂的疫苗 土城区工作也延续 渔媒艇打法随时做好准备 找位置填写 工作人员如果不懂的话 工作人员你会问 准备施打疫苗的民众 前往报道台 由工作人员协助指引动线 这里是土城皮塘里活动中心接种站 肩负土城区最大量能的疫苗接种服务 之前的接种站 在是设在新北高宫 接着我们学校开学之后 我们就退开学校 我们社区这边接种站来设置 这两天就是属于我们 那个AZ的第一剂的年轻朋友 二三岁以上的年轻朋友 那我们规划的一个接种站 我们这边最大容量应该到1000剂的没有问题 而9月15号开始将迎接75岁以上的长辈 接种第二剂疫苗 考量到长辈行动比较缓慢 因此将一天的量能降低到500人 借此提高接种品质 包括我们土城过去 从有开设接种站以来 就一直采医美丁的方式 我们长辈不动 由医护人员来移动 来为长辈来施打 这个第一个也比较不会群聚 第二个也比较有效力 第三个我们长辈毕竟在行动上会缓慢一点 也可以提升我们接种的一个效力 配合不同年龄层的接种民众 土城区公所滚动式调整 施打方式及量能 要以最高效率完成疫苗接种服务